在人生的道路上,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,年轻时我们充满活力,追求梦想,中年时我们有了一定的成就,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而到了晚年,我们面对的是人生的终极考验,因为在人的一生中,五十岁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 晚年,有些人会过得幸福快乐,但也有些人会遭遇大悲苦。 因此,竹子今天带来的主题是,当你年过五十,如果命里出现这四个征兆,预示着你晚年会大苦,要特别地警惕,防危度见,灵妖,频繁感到疲倦和不适,身体不再健康。 在晚年,如果出现频繁的疲劳和身体不适的征兆,这可能是未来健康危机的前兆。 居里夫人曾强调,一个健康的身体是科学探索的基石,同样,它也是我们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基础。 一个人的身体若是强健,便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难题。 然而,当我们开始经常感到疲倦,身体各处频繁出现不适时,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警告。 体内可能已经累积了许多小问题,如果这些小问题被忽视,它们可能会演变成严重的疾病。 从而让我们失去宝贵的健康,以我邻居老秦为例,年轻时因工作压力大,常常熬夜和参加应酬,结果导致了胃痛、头疼和失眠等问题的长期困扰。 这些看似小的健康问题,每次发作都让它痛苦不堪,特别是长期的失眠,影响了它夜间的身体恢复,导致它第二天无法集中精力,工作也受到了影响。 健康是所有力量和美貌的基石,如果一个人连健康都无法维持,那么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。 因此,有经验的人都知道,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,唯有保持健康,我们才有资本去规划和享受未来的生活。 因此,我们要晚年过得好,一定要让自己保有健康的体魄,对于任何人,尤其是老年人,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。 所以,人到中年,不仅要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,同时也要好好地吃饭,注意休息,加强锻炼,身体好了才有能力做真正想做的事。 要知道,我们的健康一旦出现了问题,那我们的晚年生活是难免不凄凉的。 02,总是在金钱上有困难,财务没有保障,晚年面临财务困难,缺乏经济保障,是许多人担忧的一大难题。 的确,尽管有些事情比金钱更为重要,但在很多情况下,金钱却是获取那些重要事物的手段之一,因此积累财富,确保财务安全。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,对于步入人生下半场的人士而言,金钱不仅代表着生活的质量,更是一种安心和保障。 如果到了50岁,仍旧没有一定的存款,而是每天的收入刚好支撑每天的开销,那么一旦遭遇紧急情况,比如大病或其他需要大量资金的场合,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极度困境。 电视剧中经常描绘这样的情景,一位老人为了维持生计而日夜奔波,为了伴侣的突发重病,不得不四处借钱,甚至过劳。 结果,不仅伴侣的疾病没能得到有效治疗,自己的健康也随之崩溃,整个家庭因此落入了绝望的境地。 金钱,既是一把双刃剑,它能帮我们实现愿望,改善生活,但一旦缺乏,也可能成为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因此,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,积累财富,确保经济的稳定性,都是保障自己和家人平安、幸福的重要前提。 只有当我们的生活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,我们才能更加从容不迫地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和困难。 所以,50岁以后,我们一定要有存款,或者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,否则晚年必然会命苦。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现在的生活,趁年轻多赚点钱,不为别的,就为了让自己老了以后过得不那么凄苦。 03,身边子女经常不出现,心里没有依托。 晚年生活的幸福感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人的陪伴和精神支持,人到了某个年龄,除了物质保障之外,更加渴望的是心灵的慰藉和归属感。 在很多情况下,这种心灵的支持和陪伴是相辅相成的,我们都有一种天生的渴望,希望被理解,被支持。 如果身边缺少家人的陪伴,心灵上便容易感到孤独和空虚,这种缺失可能会引发心理上的抑郁和不安。 正如在《狂飙》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,许多退休老人在从工作的高峰跌落到无人问津的估计中,经历了极大的心理落差,从此感到生活缺少了依靠。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需求,高启强通过在老人身边的陪伴,成功地赢得了老人的信任和依赖。 这说明,陪伴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物理上的存在,更重要的是通过互动交流,为对方提供心灵上的支撑和安慰。 有时,仅仅是知道身边有人愿意倾听和理解,就足以给予人巨大的精神慰藉,它能够让人感到,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,自己并不孤单,总有人愿意站在自己身边。 无论风雨,因此,对于晚年的人来说,拥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,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,它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,让每个日子都充满了期待和温暖。 这样的陪伴,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。 不过,现实中也不乏一些家庭,因父母过分干预子女的个人生活。 而产生矛盾,许多父母难以放手,即便子女已婚成家,仍旧试图掌控其生活的各个方面,这种过度的干涉往往会导致子女夫妻间的不和,甚至激化成家庭冲突。 这样的结果,不仅使子女对父母产生怨气,反过来,父母的晚年生活也会因此蒙上阴影。 智慧的做法是,学会放手,给予子女足够的空间和尊重,保持适当的距离,避免不必要的干预,从而维护和谐的亲子关系。 记住,儿孙自有儿孙福,无需我们过度操心,对于那些并非关乎原则的小事,不妨采取一种宽容和放手的态度,别让自己变成家庭中的麻烦制造者。 因为一旦到了晚年,身体力行不如往日,缺少了子女的关心和陪伴,那时的后悔无疑是晚宜,我们应当珍惜当下, 与子女共同营造一个充满爱与理解的家庭氛围,让晚年生活成为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篇章。 零四,夫妻关系不融洽,孤独终老,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里,与爱人并肩走过,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,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幸福,能够在晚年时有伴侣相伴,互相照应。 共享生活的喜悦与忧愁,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画面。 然而,当一个人迈入五十岁之后,若是缺少了这份陪伴,生活中便会充满孤独和不安。 独自一人面对日常,那份空虚和寂寞会渐渐侵蚀心灵,让人感到极度的不安全感。 有些人在中年时期,可能会因为追求短暂的欢愉和所谓的重获青春,而做出离婚或抛弃家庭的决定。 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能够让自己重新找回失去的激情和自由,但这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家人,也破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。 最终,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当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,需要人照顾时,那些曾经轻易放弃家庭的人将深刻体会到孤独和无助,这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家庭和爱人的陪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,家庭给予的归属感和爱人的陪伴。 是支撑我们走过人生风雨的力量源泉,如果失去了这份归属,生命中的许多美好也将随之消散。 因此,在追求个人快乐的同时,更应珍惜和维护好与伴侣之间的和谐关系,让晚年生活不留遗憾,充满温馨和幸福。 结语,在这个日新月异,物质和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们更应该懂得珍惜每一天,珍视自己的生命。 特别是当我们步入人生的下半场,面临种种可能的征兆时,我们需要更加留意自己的生活状态,及时做出调整,确保晚年生活的幸福和快乐。 身体的健康,家庭的和谐,经济的稳定,以及亲情的温暖,都是我们晚年幸福生活的重要支柱。 一旦发现任何可能会影响到这些支柱的征兆,就应该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去改善和调整,确保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充实和满足的晚年。 正如那句著名的影视剧中所说,人生就像一场旅行,重要的是旅途的经历,而不是目的地,与朋友们共勉。